那么大臣教里面常讲祝福如来 十报庄严图是不是真的 也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么有时候这个祝福 十报图是例外 没讲例外 那十报图是什么造成的呢 是起心动念的习气 不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是释法界的佛法界 起心动念的习气 习气要是没有了 没有了这个 这个十报图也没有了 那剩下了 剩下就回归自信了 要长极光 那是真的 永恒不变 在哲学里面讲 那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它虽然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它能深 能现精神跟物质 但是你要知道 它能现不是真的 所现的这些现象的时候 全是生命 就是量子力学里面发现的 全是这个极其微弱的那个光点 这光子 光子的点呢 它们的相续 这个连续相 它不说相续 说连续好 为什么 它个个是独立的 就像这个电影的底片一样 张张是独立的 所以它不是连续 它是相续 这个说得好 相续是一个东西 张张都一样的那些 它不是一样的 张张不一样 绝对没有两个是相统 无量皆以来 找不到两个相统 这才把诸法诗像 揭露了 现在人家揭秘 那这个秘密给揭穿了 这是四世真相 因此 所有的现象 都是 识变 识是什么呢 识是 分别之处 我们的念头 念头善就变善 念头不善 就变得不善 所以我们要是念念 念贪嗔痴慢 那就不善了 那是念的病毒 你肯定要生病了 如果你念念当中是 戒定智慧 念念当中是 仁义道德 念念当中 是安定和平 那就完全是善 因此 灾难 是不善念头 变现的境界 那我们现在 觉悟了 马上把念头改正过来 行不行 行 有没有效 有效 灾难就没有了 你看念佛人 厉害呀 这个世界上人都念悟 都念不善 灾难起来 念佛的人 天天念阿弥陀佛 灾难起来 他到极乐世界去 这些鱼他不想干了 这个很厉害呀 我还能够 能够 优优独播